當咒術遇上槍火 當地人變成獵物 此刻入侵死滅回憂的各國聯軍 將會迎來怎樣的結局呢 大家好 我是有個光 咒術迴戰209話已經更新 一起來看這場世界大戰 本話開篇沒有延續208話的時間線 而是直接拉回到2018年11月14日深夜 也就是浮黑和虎將幾人會合後 從酒店醒來的那個夜晚 因舊陵肆虐而平靜了許久的東京 今夜卻變得異常喧囂 地面上滿是覆蓋裝甲的軍用卡車 空中更是有直升機和運輸機不斷交替 隨著全副武裝的大兵正式闖入結界 他們周圍也開始不斷詳細小金蟲的問候 值得注意的是 大兵們仿佛沒有聽到小金蟲的言語一般 自顧自地做著手頭的事情 對面前的遊戲管理員完全不理不睬 與此同時 一手促成了這次入侵的卷所和李梅 卻出現在被珍溪血洗過的殘緣家 他們之間的對話 也揭曉了死面回憂的特別規則 在侵入死面回憂的結界時 如果當事人不回答小金蟲提問的話 就不會觸發當時虎章幾人遇到的隨機傳送 在產員家逐漸深入的兩人 也來到了當時真一死去的那個房間 李梅感受著周圍的一切 似乎對這個地方十分滿意 口中更是有些莫名的說著 在這裡一定可以做出 能滿足素挪大人要求的慾 不知他口中的那個物品 與素挪的重生是否有關 在大兵入侵姐姐的同時 曾經與虎章幾人有過交集的 乾淨 日車 紅爐 皆有所感應 大兵們也在進入城市的第一時間 開始了自己的狩獵 曾經坑害了撫黑術師的李梅 爭躲於酒店之中 突然被寄入房間的手雷 讓他一時間有些手足無措 在一陣強光河報名之後 門口敦撫的士兵開始了自己的行動 只見他們舉起手中的槍管 對著李梅開始射擊 當特製槍彈命中少女的同時 強大的電流也瞬間充滿了他的去體 他甚至還未來得及發動自己的舒適 就已經失去了行動能力 剛剛把他電運的士兵 則是隨即向他後警插入爭管 快速注入不知名的藥劑 到這個時候李梅才終於反應過來 剛剛襲擊他的似乎不是術師 軍用卡車的後備槍裡 似乎滿是他們剛剛狩獵到的戰利品 軍隊中的精英們 更是開始了他們之間的狩獵競賽 辛苦了 銀牌獲得者 才第二啊 簡直是輕而易舉 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超能力者 也不知道中將大人在害怕什麼 聽說他可是個膽小鬼啊 在自己的夫人面前都唯唯諾諾的 喲 銅牌 哼 女子的話應該算是金牌吧 你居然給殺掉啊 任務是要活捉吧 明明說的是如果遇到最壞的情況 只要不損傷腦部就可以了吧 別說手榴彈了 就連電擊槍都打不穿他 沒貫穿是沒打中吧 我當然打中了 50口徑的子彈都沒能貫穿 怎麼可能啊 那傢伙是超人的故鄉來的嘛 是啊 而且還是腦袋可以變成直升機的怪物 直升機 就是螺旋槳啊 螺旋槳 載我們過來的那個東西 負責接受戰利品的士官 看著銅牌選手背後傷員的情況 終於有些相信他的話了 而剛剛經歷過苦戰的他 似乎也對救術師的實力 有更加清晰的認知 他們的實力是參差不齊的吧 有被你們抓住的菜鳥 也有被我們處理掉的怪物 我十分肯定 還要比那個更強的 伴隨著巨大的轟鳴聲 翻滾的熱浪 將軍隊的一處據點直接吞噬 而造成這一切的 正是曾經與浮黑交手過的炸彈術師 黃盧 他看著這些軍人裝扮的外來入侵者 突然想起雷吉曾經說過的 在死滅回遊完成他的使命之後 郡所就會在只剩強者的結界中 投下重磅炸彈 另一側的殘元甲 李梅和郡所的對話仍在繼續 李梅猜測 郡所送入部隊 是為了讓他們和勇者交手 從而讓結界中的咒力更加活躍 以結束與天原團化前的準備工作 郡所卻表示 他只猜對了一半 他一邊放出咒靈吞噬地上的屍體 一邊緩緩說出了自己的計畫 除了東京和仙台之外 其餘結界的咒力確實還不夠充分 保險期間 他將各國軍隊分散送至各個結界中 但他並不覺得 軍隊會和勇者展開激烈的戰鬥 畢竟勇者中有很多人不惜殺戮 如果軍方傷亡到達一定程度 也一定會直接撤退 因為飛術師分數很低的關係 這個時候勇者一般也不會選擇追擊 很顯然 郡所不會作武用功 這場佈局的目的依然是咒力 只不過不是交戰產生而咒力 而是飛術師死亡時釋放的大量咒力 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讓雙方交手 因為他在所有的結界都釋放了數量驚人 而夜晚可是咒力的主場 此刻正在狩獵殊師的獵人們 很快就會成為咒力的晚宴 與此同時 最先查覺到勇者數量變化的天使 很快就推測出 郡所想要利用咒力 對飛術師進行單方面的虐殺 他唯一無法理解的 是為什麼會有親人規模的飛術師 選擇在這個時候闖入呢 和他同行的高羽 再次展現出他特別的幽默感 一邊下樓梯一邊說著 一定是因為我的魅力 讓他們過於瘋狂 在虎將幾人來到一樓的同時 一顆手雷也旋轉著向他們襲來 虎將躲入沙發之後無緊雙耳 來阻止強光河暴明傷害自己 而一旁看到士兵闖入的浮黑 表情瞬間變得凝重 因為他一眼就認出面前的士兵 並不是政府的自衛隊 那麼他們進入結界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難道是保護結界中的人類嗎 隨著士兵的槍口開始噴吐烈焰 浮黑終於可以確定 此刻出現在面前的大兵是敵人 躲入牆後的他眼神不再迷茫 雙手合時準備進入戰鬥 以上就是本話的全部內容了 時隔兩個月再次回到大兵劇情 看來我們要經過很長時間 才能確認有機的生死了 本話的另一個重點 是眷所遊說各國換來的大兵 和我們之前分析的一樣 眷所送入如此數量的飛術師 只是作為遺世的祭品而已 但是否會在單方面的殺戮中 催生出更加可怕的存在 我們目前還不得而知 希望下一話界限可以繼續揭曉 這一話裡我最好奇的 是李梅短暫提到的 素挪大人需要的玉 這個第一次出現的名詞 或許與素挪重生的計畫有關 這個話題我們就留到下期視頻再聊 下期視頻的主題 依然是本話出現的伏筆與細節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別忘了關注訂閱我 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五個光 我們下期再見